这新春假节之际啊 我们的军工战线也对外展示出了最新的装备 向全国人民献礼了 其中就有一种啊 155毫米外贸版的炮王 这有人就说啊 俄罗斯倒是挺需要这个玩意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咱们的中国北方工业集团 实际上就是咱们的兵总啊 咱们的兵总对外就称北方工业嘛 他就发布了一个宣传视频 那对外就亮相了最新的火炮系统 就包括这个SH-4型的 155毫米的超轻型牵引加流炮 SH-15型的155毫米的车载加流炮 以及啊 这个前观侦察车呀 炮兵连指挥车呀 机械化装填车呀 炮位真效雷达车等等啊 当然还有展示了无人机的发射车 气象雷达等等 这些都展示出来了 其中呢 他其实最有人注目呢 是他这次在视频中展示出来的 SH-16型的155毫米轮式自行加流炮 就说透了 他就是一种卡车炮 他亮眼之处呢 就是采用了无人炮塔 据说呢 还有一种履带式的无人炮塔自行火炮 但是这次在视频中没有出现 无人炮塔呀 这个已经成为了现代自行火炮 甚至是坦克的一种趋势了 你像这个瑞典那边搞的 FH-77BW 就是弓箭手 那是挺有名的吧 德国呢 也搞了这个RCH-155等等啊 这包括其实俄罗斯 他也在搞这个无人炮塔的炮 我们的SH-16呢 他首次就应用了大量的新的技术 有一门52倍径的 这个155毫米的加流炮 这个连炮带车 总重加起来 32吨 全自动模块的这个炮塔 就是这个无人炮塔 它是有14吨重 整个这门炮呢 这个人员只有两人 驾驶员和炮长 SH-16的自动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呢 据说呢 是非常的高 他采用了全自动装填系统和弹夹式的弹仓 他可以使用装填车呀 整体的装填炮弹 这一下这个就快多了 效率就高多了嘛 所以这就实现了炮击全过程的自动化作业 据外界分析就称啊 说咱们这个SH-16呢 安装了现代的火控和炮控系统 可以与前方的观察员呢 侦察队呀 无人机呀 指挥中心 以及这个火炮和火炮之间 实施这个数据交换 全自动完成射击 他甚至能在机动的行进过程中 开火撤击 有人说这就和德国那个RCH-15是一样的 当然了 这件事还没有证实 如果真的是能边走边打的话 那这就是非常少见的了 在拥有了急停 急打 这个快打快撤和边走边打的能力之后啊 他的生存能力和打击能力 那肯定是大幅度的提高吧 这就应该是一门顶尖的好炮了 还有一点呢 其实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他采用了一项先进的关键技术啊 就是全等式模块发射药 简单说吧 发射药呢 他把它简化成一种规格的啊 他就用模块式来用啊 统一为一种啊 通过增减发射药的这个模块的数量 他就可以打出不同的射程 有人就说了呀 你看现在这个俄乌在战场上 就很需要这种自动化信息化程度很高 机动性很强的火炮 其实俄罗斯那边啊 他们也在搞这种类型的火炮 他们不就推出了个2S35联盟SV自行榴弹炮吗 这个也是一个无人炮塔啊 而且呢 那边已经定型了 不过呢 没有投入量产 但是俄罗斯现在搞的这个2S35啊 它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相比 那个就是差多了 作为我们这边呢 在俄乌冲突的立场是非常的明确 我们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 当然不会像俄罗斯出口这个SH-16了 而且这口径它也不对吧 俄罗斯那边还在用152毫米的炮呢 SH-16呢 它代表了最新最先进的火炮技术 未来呢 它的市场应该是比较乐观的